好 趙立 對 沒錯 我想 剛剛鄭天鑫哥所提到的 就是也看好指數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台灣的半導體的一個指數 你可以自己去看 其實它的漲幅相對於落後 美國的半導體的指數 我們還落後 20% 我們現在第一名還落後 沒道理 對 你看它從今年1月份 今年已經漲了39%非半的指數 可是台灣的半導體 只有漲十幾%的一個水準 其實我覺得內支會趁外支放假的時候 去拉台積電 去拉連電 尤其是在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半導體的部分 明年的警戒的漲望 其實非常的好 你看外支的目標價 現在幾乎台積電的目標價 都比現在的市價還來得高很多 所以要衝1萬8 其實很簡單 台積電再漲個幾塊錢 台積電動動手指頭就好了 對 現在離歷史新高 大概差90點 台積電漲個10塊錢 就歷史新高了 我覺得指數就創歷史新高 那站上1萬8千點之後 我覺得大家成交量就會進來 因為大家現在因為一直卡到1萬8 你知道嗎 挑戰了三次還不過 大家越挑戰心越虛 可是當你站上的時候 其實整個量就會出來 氣勢回來 對 氣勢回來之後 其實當然不是只有半導體 其他的一些車電等等 這些股票也會漲 船長也是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美股的部分來講 大概有幾個東西 一個你可以發現一下 就是Tesla的部分 其實今年的漲幅也非常大 所以電動車這一塊 當然還是盤面上 很重要的一個主軸 那第二個來講 就是Apple的部分 Apple今年的股價其實也漲很多 那台灣的Apple的平蓋股 已經大力光 已經慢慢在上了 所以我覺得 這些本益比低的平蓋股的部分 也會慢慢的衝起來 那另外一塊 就是在博通的部分 其實博通的股價也是 衝歷史新高 它也是IC設計 也是半導體的部分 那它也是備半指數的成分股 另外一個就是在NVIDIA 就代表的是元宇宙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族群 應該會是未來盤面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主軸 另外來看這個照例 我們來看半導體 當然是台灣的精神 第三代半導體 肯定也是明年的主流 半導體的部分來講 我們的產業結構鏈 其實非常的完整 那當然這當中來講 包含了第三代半導體 所以我們的盤油精的一個老闆 也出來講對不對 要佈局第三代半導體 可是舊不如新 結果漲的是誰 是之前的光磊 就台雅的部分 在禮拜四的一個股價 出現了漲停板的一個走勢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頁的部分 好 下一張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第三代半導體之外 其實跟大家報告 你比如說在金元代工的部分 台積電好了 其實台積電 今年一月份見到高點之後 到現在增長 好久了 悶了一整年 悶了一整年 大家會覺得說 到底是會不會漲 我跟大家報告 會啦 為什麼 因為今年漲的是成熟製成的部分 你比如說像聯電 你比如說像世界先進 因為他們幾乎都是成熟製成 那台積電的成熟製成 大概7奈米以上的 大概占5成 那7奈米跟5奈米的 大概也是占5成 所以有一半的先進製成 它其實漲價的幅度少 所以受惠的程度小 所以今年以來都是漲年電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 明年的部分 因為先進製盆 不管是Apple 或者是它之後 在明年下半年的3奈米的部分 不管是Apple 或者是Intel 有可能會進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台積電 會是這一波半導體當中的領頭養 所以我才說 大家不要因為抱了一年 沒賺到錢 覺得你要換股 千萬不要在這個 時刻換股 你這個時刻換股的話 都Hold了一年了 對 你不要在這個地 最後的階段結果放棄它了 我跟大家報告 這一部分來講 我想台積電是OK的 當然 很快就6 7 9就過了 我覺得今年其實應該 6 7 9應該是很有 其實6 7 9 真的嗎 今年剩沒幾天 不是今年 這是明年第一季 明年第一季 好 其實現在假設600塊好了 其實漲10%也才60塊 所以要漲10% 其實我覺得不難 只是說它的 市值真的很大 大概28.5% 佔全台灣的市值的比重 所以動盡觀瞻 我覺得它會慢慢的震上去 所以假如其他的 你要看的是什麼 既然半導體這一塊不錯 金元代工不錯 其實你要看IC設計 因為IC設計來講 其實第一個 有些有外資在買 有一些是內資很喜歡買 IC設計 為什麼 因為其實說真的 為什麼它的股性很活潑 因為它的股本小 那你只要 所謂的一個 在高毛利的部分來講 說它對的商品 又賣得很好 其實它的EPS的 獲利的程度會很大 那所以大家就會想說 IP的部分 因為資源 資源連電 Samsung的關係 所以導致成 資源又有機會 那當然IP這一塊來講 我覺得它也會很活潑 它自己輪動 比如說像 艾普 力旺等等 這些會輪動 那另外一塊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電源管理IC的部分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現在IC設計裡面 其實大家怕 長料跟短料的部分 長料其實比如說 像驅動IC的部分 它比較屬於長料 就是沒那麼缺 那最缺的 其實在IC設計裡面 現在最缺的 大概就是電源管理IC 非常缺 還是非常的一個缺 其實你從前兩天 4919的新唐 它的一個說法來講的話 其實它的講法 它認為 因為電源管理IC 真的非常缺 所以導致成 NCU的部分也缺 因為缺產能 那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通家的部分 大家可以特別留意 因為它除了電源管理IC之外 另外一塊就是在快充 其實大家可以看 明年快充產品的試占率 會大幅的提升 滲透率的部分 不管是在3C等等 或者是電動車等等 有一些快充的部分 我想應該會是黑馬股 另外記憶體的部分來講 記憶體的部分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記憶體分為標準型記憶體 D-Rain的部分 或DDR3 立基型的 其實以目前來講 立基型的相對上來講 會是比較好 或者是在Flash No Flash這一塊 所以假如說你要操作 在所謂的立基型的IC設計的話 其實金浩克的部分 相對也是比較穩健的 你這畫起來是黑馬的意思是不是 對 這個是黑馬的意思 應該是黑馬的意思 給大家做參考了 謝謝 趙立 趙立 我們一起來看 我們來看剛剛講到半導體 我們要看電動車 電動車也絕對是2022的主流 現在美國新推出是2020年 汽車跟輕卡車要符合 美加輪行駛55公里 等於一公升要跑23公里 對 沒錯 現在的車不可能 汽車不可能 所以這個政策就是要排除 就是要讓大家盡量不要去買 軟油車 趕快去做電動車 去買電動車 電動車這個肯定是一個 未來的長線的一個趨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比如說像在Toyota的部分 其實之前Toyota對推電動車 其實是不喜歡的 因為它是燃油車最大的 可是慢慢他覺得不行 沒辦法 對 因為趨勢就是如此 被迫上戰場 對 沒錯 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來看的話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當然整體的電動車來講的話 我個人覺得 電池這一塊 大家比較耳熟能想的部分 當然就是美其馬 康普 巨核 甚至於明基財等等這些股票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在鋰電池的一個 複集的材料的部分 其實銅箔非常的重要 其實銅箔現在非常非常的一個缺 那台灣做銅箔 做鋰電池銅箔的部分來講 以上市櫃來講大概只有農科 4989的一個農科的部分 因為你可以看到 在所謂比亞迪的部分來講 其實它也一直在搶 所謂的一個銅箔電池 所謂的一個鋰電池銅箔的一個部分 所以電池越多 鋰電池的銅箔的需求就越大 那另外一塊來講的話 其實在連接器的部分 連接線的部分 其實這一塊它要高壓 跟一般的燃油測試不一樣 所以它的一個售價 它的毛利相對上來講也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你比如說像胡連 胡連的部分來講 其實統一投庫認為 它是建議買進目標價175元 另外的紅字的部分 其實這兩張股票都是11月份營收 創下歷史新高的一個水準 所以我覺得這些產業趨勢向上的 其實我覺得股價未來表現的空間 都會是比較大的